为了应对持续升级的 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说 美国总统拜登 当地时间17号 启程前往特拉维夫 将于今天对以色列进行访问 对此 多家美国媒体认为 拜登此行具有政治和安全 双重风险 据美联社17号报道 美国总统此次访问 意在公开表明对以色列的支持 同时推动缓解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说 拜登总统还希望了解到 以方未来几天的行动目标 科比同时表示 美国对加沙地带 能够获得人道主义援助 持乐观态度 另外 拜登还计划在访以时 向以色列提出尖锐问题 另据路透社报道 在访问以色列后 拜登18号还将前往约旦首都安曼 分别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埃及总统塞西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面 讨论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 人道主义需求问题 但加沙城一医院遭袭后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迅速取消了与拜登的会面 与此同时 美国白宫也发表声明说 拜登已取消对约旦的访问 对于拜登此次出访以色列 纽约时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均认为 这将是一次充满政治和安全 双重风险的访问 首先 拜登可能会像布林肯 此前在以色列访问时那样 躲进防空地堡 其次 拜登此行可能被视作 对以色列未来军事行动的默许 而后者正因在加沙地带的行动 受到广泛批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批评